突发大事情啊 突发了大的事情啊 这是靠近克伦邦和泰国边境的一个地区 据说有我们的同胞 总共有三人当场死亡 八人受重伤啊 你们看一下 这个军人啊 出动了战斗机两架 太他妈的过分了 太惨了 据克伦民族联盟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透露 11月16日的凌晨 缅甸军人出动了两架弹斗机 轰炸了这个地区 它是一个矿区 是做圈矿的 被炸的叫六号矿井 实际上它正在维修 距离恢复运营 仅剩几天了 还没有正式运营 被轰炸的战斗机来自毛比空军基地 这个矿区距离边境有18 距泰国边境18英里 是29公里左右 这个矿区已运作了上百年 是缅甸世代经营的矿区 它也是跟外国公司现在合作 所以飞鸽播报的原因 这是和外国公司合作的一个矿区 可能有我们的同胞 那我就分享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大家看一下地图 了解一下 我们要谴责军人这种行为 离缅甸的海边就几十公里 你们看一下非常近 我们再放大一下它的具体的地图位置 我们来一个三维地图 你看海边 然后毛弹棉 离毛弹棉的距离 离苗挖底 苗的棉都非常近 我们再放大一下